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内地正在疯传,有一个顶流的明星患上了艾滋病,使得很多明星都蜂拥地去医院检查自身的HIV,导致现在大陆的明星圈、娱乐圈、电影圈人心惶惶。 因为这个明星非常非常非常的出名,之后有人在微博上发帖,也有在推特上发帖,说这个人到底是谁。 上面说有一个顶流的恒电明星被爆感染了艾滋病,那到底是谁? 有人说这个人是吴京,是中国头号战狼,他最近因为感染了艾滋病,所以去了北京的医院治病,跟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纷纷要去做检查,这些人都是谁? 还有最奇怪的是,有这些问题的人不管是男是女都有,这一点让人想不到,可能是他玩过很多女明星,而那些女明星又有男伴,所以连那些男伴也要去验艾滋病。 都知道娱乐圈是出了名的乱,有人说娱乐圈今年新年的第一大瓜来了,网传一位恒电炮王不小心感染了艾滋病,他去了北京的医院治病,跟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纷纷去做体检,这件事惊动了整个娱乐圈。 目前据爆料的消息说,只能证实是一个娱乐圈的男明星,而且还是顶流的,非常出名。 根据某医院人士的爆料,医院接到一个HIV阳性的病人,整个病区都被清空,只是服务这个病人而已,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哪个大官,结果居然是一个娱乐圈的明星,而且还是大明星。 之后,微博的搜寻就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关键词。 恒电哪个演员去查艾滋病? 恒电男星被爆的艾滋。 娱乐圈艾滋事件。 明星扎堆检查HIV。 娱乐圈有人得了艾滋病。 外姓男演员艾滋病。 外姓不知道是谁。 吴京应该是大巴流。 不可能是Y。 那这个艾滋病男艺人是谁? 很多人都在猜测。 现在这件事被疯传得很厉害。 那些人生命大好。 做明星。 能享受美光灯。 万人景仰。 又可以赚很多钱。 结果麻烦了。 艾滋病有一个学名。 叫做后天免疫力缺乏症。 这件事在大陆从昨天开始疯传。 我的朋友个个都发给我。 我收到很多人的爆料。 所有人都在猜测是谁。 有人就直接爆料说是吴京。 这件事有很多人都是幸灾乐祸。 我们看到有人说。 战狗吴京得了艾滋病。 中共娱乐圈官场一片大乱。 人人自危。 排队做艾滋病检测。 柜圈太乱了。 所以看来有很多人都很讨厌吴京。 有很多人问。 一个男演员怎么会使得官场一片大乱? 是什么原因? 原因是其实有很多明星其实都有后台。 女明星被官员包养。 如果这些女明星跟吴京发生过性关系, 之后再传染给官员, 那是不是有机会出事? 所以原来不光是明星, 而且所有跟吴京有过关系的女明星, 全部有机会传染给他们的男伴和男朋友, 甚至可能会传染给他们的那些后台官员。 很多人说, 以后海外华人如果被欺负, 是不是就不能再找吴京了? 实际上海外华人被欺负一直以来都找不到吴京。 又有人说, 中共的官场里面烂透了, 娱乐圈烂透了, 股市烂透了, 社会烂透了, 还有什么是还没有烂透的? 可以, 其实只有骗子还没有烂透。 有人也套用吴京的台词, 说艾丝病虽有避珠。 欢迎听众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瞩目的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线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但是也有很多人怀疑这是假消息, 认为艾斯病是通过性行为传播的, 不需要清空半个病区。 也有人认为, 清空病区不见得是因为传染的问题, 可能是因为明星的身份要保密, 不想被人揭露出去。 但是亦有人质疑, 传这个消息出来, 是不是要掩盖了另外一宗大消息? 都知道每逢娱乐圈有一些丑闻被爆出来, 例如之前的吴亦凡, 还有钢琴家李云迪等等。 每逢有这些消息或者是丑闻传出来, 其实就是要掩盖某些事件。 很多时候, 中共都会故意用这些娱乐圈的丑闻 来掩盖很多没办法掩饰的真相。 例如, 最近在山东日照的五家灭门事件, 又或者是北京的公交车被放炸弹, 据说是一个古民做的, 我本来也想开一节来讲一下这个话题, 但是这些话题一定会被黄标, 所以想想还是算了。 还有就是, 刚刚又爆出了一宗河北省的爆炸案, 越来越多这一类的事情事情。 所以, 娱乐圈从来都是用来转移话题, 到底哪个部门出事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山东? 是不是北京? 还是河北? 新年一时, 大陆是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又是爆炸, 又是灭门案, 全部都封锁消息, 由于中共不让消息传播出去, 所以大家在很多时候, 未必可以马上搜索得到, 尤其是内地的新闻完全搜索不到, 内地人其实不知道发生甚么事, 所以有很多朋友会寄网, 会不会是全国大乱? 全国大乱不是没有机会, 但是中共现在采取的方法是切片的方式, 把每一个地方的信息都切断, 使得消息没有办法传出去, 也感染不了其他地方, 所以像以前那样子的揭竿而起的机会就相对减少了, 因为中共把一切可以革命的因素种子屠杀于萌芽状态, 无精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其实每逢有这类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你就要思考一下, 为什么传出来的那个人是无精, 而不是其他人, 不是其他的大陆的明星, 那么多大明星, 为什么谁都不传要传无精? 首先是无精在国内其实已经是声名狼藉, 他本身拥有泰国护照, 加入了泰国籍, 但是又在大陆包装成一个爱国艺人, 大赚爱国钱, 拍了两部战狼, 上面的内容全部都是谎言, 上面说你有中国护照, 就可以由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把你带回中国, 实际上只有政治犯才能够享有这项福利, 只要你是政治犯, 无论你持有什么护照, 他们也会把你当成中国人, 在任何地方抓你, 把你绑架走, 但是万一你是在其他地方出了事, 比如在以色列, 中国人如果被绑架了, 或者是出了其他事, 中国政府不会为你提供任何的协助, 你在泰国出事了, 领事馆连鸟都不会鸟你一下, 在缅甸也是一样, 你在庙瓦底被人绑架到了KT园区, 中国领事馆根本不会帮你, 从来都没有帮过任何人, 这根本就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所以, 实际上, 战狼这部电影所宣传的东西, 全部都是假的, 没有一件是真的, 而吴京就是大发爱国财, 而他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 当然是不行, 他自己也加入了外国国籍, 据说他经常在泰国享受世界, 那他的私生活又如何? 是不是很混乱? 这些事情没有任何人知道, 但是为什么谁都不转? 而非要传他? 这方面肯定是会有一点点提示, 很可能真的是要借他来转移视线, 但是也有可能是他本人真的发生了什么事, 又或者是本来他的性生活就非常混乱, 跟很多女明星有染, 而那些女明星也也不会守身如玉, 能见你吴京当然也有可能去见了其他的官员, 因为明星跟官员走得最近, 很多官员都会娶一个明星回家当老婆, 当然, 男明星也会有被高官太太包养, 什么事情都有, 总之中共就是十分之混乱, 所以我们会密切留意,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打听消息, 但是上面没有任何信息可以提供, 它们跟我们的资料来源完全一样, 所以现在暂时也没有很多消息, 但是我们亦有最新消息, 如果真的确定吴京有了艾滋的话, 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